哈囉大家好 我是盧哥 那我們今天來到桃園 我們來住一間叫做 舒火的汽車旅館 對 那這間汽車旅館呢 它吊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今天訂的房間啊 是總統套房 然後它有複色KTV 那我在網路上面 看到那個照片真的是 超級無敵屌 一碗是多少 4000塊碗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開箱一下 住總統套房以外呢 還有複色KTV的房型 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那像我們上次呢有拍 住的地方富有電競網咖 怎麼都怎麼走 是沒辦法睡覺的 這個我們今天就沒看到了 就是有一點 像是小時候阿嬤家的那種感覺 碰一下 這樣很大聲 來喔 來喔 我們要準備插電 一進來就有那種 總統套房的感覺 不是那種 金碧輝煌 先看一下浴室喔 你們看 超級大 而且 這是雙人房喔 你把它想成 雙人房 4000塊的總統套房以外呢 然後這邊 它就是洗完澡之後出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桑拿房耶 是嗎 對啊 看這個 上面這種木頭的 好像是桑拿房 這是什麼 進屁室 進屁室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奇怪的空間 這個應該是可以在鏡子前面 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多角度的 多批多批多 不要 不要過來啊 你們不要過來 我們要來介紹今天的重點 好不好 KTV總統套房 床就在那裡喔 床就在那裡 然後那邊有個吧檯 這個呢 這是什麼 這是滑鼠耶 這邊還有一台電腦耶 這個是網咖系統耶 你看 只是 這個螢幕這樣子就有點 然後 你就想這個屏數這麼大對不對 你看喔 從我這視角看過去一整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吧檯 然後他點歌是 我說不了了 麥克風咧 他沒有無線的嗎 這是讓你直接前面拍的 喔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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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無敵人的大街 闖入無人魂小店 為了你披上雪白誓言 要再唱這首小忘了 這一心只願只要平凡快樂 誰說這樣不為他呢 怎麼去擁抱一下天的風 天上的星星捨地上的人 總是不能當不能覺得足夠 各位我跟你講 在我身後呢 這一間就是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 叫做 草Hotel 那這一間呢 六人房一個晚上3900塊 平均一個人是多少 來數學大考驗 300多塊 P 一個人大概650塊 我覺得這個是很屌的一件事情 那因為我們是六人房 所以說我們這個車庫啊 就是雙車庫的一個造型 厲害喔進去之後 要先敲門 不好意思打了喔 他要鎖起來了 你看 人才啊 來喔準備見證奇蹟喔 噔噔噔噔 等一下這是六人房嗎 這是六人房 啊六人房洗澡這會狂 欸他好深喔 很深嗎 很深耶 看一下看一下 我是覺得空間內狹窄啦 那我晚上洗澡可以在那邊甩嗎 大小 大小 你的鼻子怎麼那麼長 欸這在幹嘛 這在划船 等一下 欸我可以進去嗎 等一下我跟妳講 這浴缸就爆掉了 然後這邊呢還有一個 平台就是冰箱啊什麼的 超級多東西 這邊呢只看到一個雙人床 鎖好的六人房 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房間裡面 暗藏著什麼玄機 應該不會還要嗶嗶卡嗶吧 要嗶嗶卡啊 欸欸欸欸 我女朋友要打來了 喂 好OK 好 拜拜 我來 一個對白小姐講話講這麼簡單 她問有沒有女朋友 不好意思打了囉 這被影要插一個房卡 那我們外出怎麼辦 要把 哇靠 這邊 欸這邊有浴室啊 欸又是鏡子 又是鏡子 噩夢 我自己是覺得啦 如果以六人房來講 就是他整個房間的動向啊什麼的 是有一點擁擠的 可是一個人只要650塊 這個房間這麼乾淨這麼明亮 我就值得啦 好啦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帶來的 潮Hotel好不好 CP值算高啦 對 很便宜 然後他很明亮 可是他的設計格局 就會相對那樣偏狹隘一點點 對 可是又便宜又沒差 只是當一個睡覺的地方 這邊絕對是CP值非常高的 好 各位 那現在呢 時間是早上的10點41分好不好 我們今天算是大家都很ㄍㄧㄥ 就是你看每一個人這裡 我們說完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好不好 就是總算有一間飯店 可以讓我們體驗到早餐 並不是他們沒有提供 而是我們睡過頭 好啦 走吧 我們去看一下這一間 CP值這麼高的飯店 它的早餐到底長什麼樣子 就是要做什麼 這個場所做的話 這個高麗菜超級好吃 就是要很甜 我們今天來這個用餐有沒有 是不用另外的費用 就是包含在行間的錢裡面 你看喔 雖然說這個肉沒有到很大塊 可是你只要想到 你不用另外付錢 就覺得很大便 好 各位 那我們就先吃吃看吧 不用上環境 我覺得很棒 真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早餐吃完了 整體的評價我是覺得 CP值非常高 就是剛剛波火他斷那個咖啡 然後走那個樓梯差點摔倒 就是有撒下來 然後就是跟那個服務生講 他們是馬上拿那個拖把什麼 等等直接把它拖一拖 拖一拖之後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舉動是 他有把那個清潔中 那種警告標誌就有擺在那邊 就是怕人家摔倒 一個人650塊來講 這個是CP值特高的一間店 好啦 那今天的介紹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邊接一支包包 還不錯啊 介紹了蠻多間店的 OK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謝謝各位 掰掰 JACK IT UP JACK IT U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